咱们前头讲了很多呀 菩萨为了众生舍生命 那众生要他脑壳他都给 要什么都给 谁叫私心呢 所以生命财产一切 知生的重罪 随顺他所求 满足他所愿 这叫随顺心 寂静 寂静是无求了 寂静 对那个求而不厌的 求而无厌的 经常向你求 你经常舍吗 他经常向你求 菩萨不会厌烦的 凡复就不行了 二成人根本也不行了 昨天我看到这一段 我想起 儿子跟妈妈要钱 妈妈就烦了 不是无厌的 那跟他儿子就闹矛盾了 儿子就把妈妈杀了 假使说他妈妈 要有一个寂静无求无厌的心 你要我就给呀 我等我舍没有了 那没办法了 这叫什么心呢 这叫寂静心呢 是无匹验 没有厌烦的时候 那众生求菩萨 求的太多了 这每天大家都念 郭思音菩萨 地匠菩萨 念文书菩萨 文书菩萨已经给我们很多了 我们还要求 求的太多了 无情 无情无际的求 我们住这个山上 清凉山 一时住行 咱们有咱们的缘法 或咱们的福报 你住的这儿都是文书菩萨给的 能够有这心理解吗 咱会像菩萨求啊 求什么 不但求消灾免难 还有清仇的成道啊 还像菩萨给我们智慧啊 有智慧说我学法深入了 我能修道了 我能有我指导法了 文书菩萨是做得到的 无匹验 那么其他的众生 向我们诸位师父求法 问你三次五次 你罚烦了 你不耐理他了 因为他要求的太多了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 反正我有 我看一天 这个课还没走 那波又要来了 一会儿一个电话 那我自己还做点什么事不 还是有自己念头啊 焉烦呢 他不是说不修道者 就是你修道的人 说无焉 求而无焉 总成多少求多少次 不发烦 不厌 过去有个老和尚 他因为他自己功夫非常的好了 从来的 喃喃寂静 就是江泽寂静 他不晓得 他一个小徒弟 很小的 那比他道德还高 挣的功夫还高 就考验他师父 怎么考验呢 就烧了火那个灰啊 那木材烧了 不是生灰了吗 拿那个灰问他师父 他说师父啊 这是什么呢 他师父说发灰 发灰就是烧过了 一点火气都没有了 发灰了 那隔一会儿 隔个个巴掌头 小孩又拿来 说师父这是什么呢 发灰啊 三遍以后 我一遍发灰 我一遍发灰 他小徒弟到五六遍 七八遍拿来 说师父这是什么呢 他师父就发火了 发灰发灰发灰 他同学说师父不对啊 他说 哎这怎么不对啊 我告诉你多少遍了 他说不解这灰里有火啊 发火 啊这老狠惭愧了 还有火 不是发灰 你什么意思呢 慈悲心啊 咱们的慈悲心 有限度的 咱们的帮助众生 有限度的 他会找你一次 要你帮着他 你帮着他了 两次 三次 到十次 八次你厌翻了 说你还有完没完呢 有了没了 众生求菩萨 是没完没了的 相信吗 我每位求菩萨 求感应的时候 你求多少遍 找心在求 找心起来就在求 晚上又要求 早求晚求 一年三百六十天 可能求了七百二十元 都不一定的 没完没了 菩萨厌翻吗 厌翻了 不是菩萨 不厌翻了 他是大菩萨 在菩萨自身 寂静无求 因为菩萨无求 寂静 他才无厌 他不会发烦的 大家尝试听到吗 不信佛的 在这人居住 在家人 他说你一天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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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不发烦啊 阿弥陀佛不发烦 所以叫妈 你要叫你妈 妈呀妈呀妈 你妈发烦了 你干什么的 什么事呢 是不是这样子 大家想想看 寂静无求 到你无求 你才无厌 没有匹厌心 大家还记得不 《地匠经》上 第八品 阎孟王问佛 我很不理解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地匠菩萨 那么大的怨力 那么大的慈悲 那么大的法力 那么大的神通 他把这个地医中 堵出去了 哎 隔壁好久 他又回来了 我说菩萨 又把他堵出去了 隔壁好久 他又回来了 所以 地匠菩萨 没有厌烦的时候 佛说呀 说佛世界众生 很难得度啊 那就得菩萨 无厌烦 常识度 回来了 我再度出你 回来了 再度出你 就这样度 总有不回来的时候